就在我這個小包包裡面 我現在都隨身攜帶 我把它當護身符一樣 是 就是這個 你看它的包裝 護身符都出來了 因為你的包包不大 都還塞得進去 對 有沒有 裝在防塵袋裡面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有一支 可惡 我剛剛跟美秀姐在後台 我說美秀姐妳這一支 跟我的這一支是一樣的 我跟妳說 它好用在哪裡 我很愛刮痧 臉我倒還好 臉是化妝前 因為有滋潤 所以我就會亂刮 我刮的臉都好 但我好喜歡刮痧 對 這一支非常好用 它功能 好好讓宇安來介紹給大家 真的太厲害了 這個名字叫做 小法拉 而且你聽這個名字 你就會覺得說 哇 好像是設計師設計的作品 其實你看它的線條就知道 大家也知道 所有男人最愛的跑車 法拉利 法拉利 義大利設計 它也就是義大利設計的款式 所以你會發覺 它整個的線條 真美 很優美 有沒有 你怎麼樣拿 你都覺得 你是拿著精品一樣 對 很時尚 對 非常時尚 而且呢 重點就在於 它是拿來做什麼 它是可以全身上下都用 因為像我們這樣過了40歲 我們最怕整個臉 發生一個狀況就是鬆 所以以前我都會說 過了兩年 是不是該去打個電波拉皮 硬波拉皮 要拉一下 你知道我們早期 在賣電波拉皮 大概五六萬就可以打 現在的電波拉皮 要到12到18萬 所以你就突然覺得說 哇賽 花這個一張臉的錢 我可以買好多個包 而且疫情的期間 也不可能打 不能打到醫美診所 這一個是最好的 對 我那個時候 就是想到這個問題 我想說算了啦 一方面要花那麼多錢 一方面真的出門 要靠勇氣這樣 所以後來我就看到 這個小法拉 我就覺得說 它可以幫我取代很多 我可能要到醫美診所 我去做的事情 那我先跟大家講 它非常特別 剛剛講嘛 它的大小 大概就是一個我的手長大 所以剛剛那個小小的WOC 它放在裡面 都沒有問題 隨身攜帶 然後再來它的重量 大概就是一支 護手霜的重量 然後再來就是 它整支可以放到水 龍頭下面這樣沖 因為我會搭配上保養品用 對 所以你用完之後 上面有一些保養品的殘留 水沖一沖 擦乾 其實就非常的方便 那你可能光拿 你就說宇安 這不就是一個美容棒嗎 有什麼特別 那你就太委屈它了 好不好 小瑪拉它厲害的就在於 大家有沒有看到後面尾端 有一個透明的一圈 它叫做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那是它是光 對 這個美容儀 它本身會釋放出微電流 因為你知道 在之前很多的美容儀器 大家也知道 有的是 你要接一條線 要插電用 所以有時候 你要在客廳裡追劇 你旁邊沒有插頭 那個機器 就對你來講是廢物 因為你沒辦法插 所以我覺得它最方便的是 它利用這個太陽能板 而且你不用在太陽底下 就譬如說像 你家裡的日光燈 有一點點光 有光的電 對 它有光就有電 你只要是那種 日光燈的燈泡 有光 它本身就會幫它充電 然後它的微電流 它基本上的微電流 它會到你的肌膚底層去刺激 讓它的膠原產生 因為你知道我們年紀大會垮 就是因為地基鬆了 所有都走山 然後撐不起來 然後它主要的目的 那個微電流 就可以讓它整個是撐起來的 所以你的臉看起來 就會比較膨 跟比較飽滿 這像什麼 這像我們去醫美 做櫻波拉皮一樣 有沒有 它也是用電流刺激 讓裡面長出來 所以它也是同樣道理 但是因為 畢竟醫美的儀器 能量都比較強 對 然後打得比較深 如果你是敏感的肌膚 或者是比較脆弱的肌膚 你可能打完就要有恢復器 對 又很久 對 可是它是完全 在臉上 你不會有任何的刺激 或者會有任何敏感的問題 完全都不會 它總共有兩個點 上面一個點 下面一個點 然後有三個可以用的面 這個 有一個大S型的面 有一個小V的面 跟一個小U的面 所以它總共有三面 兩點 那它的用法呢 其實非常簡單 我就簡單來示範一下好了 譬如說像這樣子 這個 比較圓的這個點 圓的這邊 對 圓的這個點 它就非常適合用在哪裡 用在眼周 冰鎮 對 舒緩 因為眼周的地方 因為你容易疲勞 很多穴道 真的 所以這個時候它的大圓形 大圓球 你可以在眼睛按摩穴道 所以你常常會覺得 眼睛會疲勞的啦 追距的啦 會痠的啦 你可以這樣穴道來做按壓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它有微電流 它很像很多頂級眼霜 會附的冰珠 但其他的更有電流更有效 對 你一般的冰珠是沒有微電流的 你就稍微在眼睛下面這樣滑 而且你如果在浴室的時候 它就已經把那個 就已經充電了 對 你根本不用充電 所以你看我光是這樣眼睛 因為它有微電流 所以它的拉體的效果會非常快 它很拉耶 有沒有 很淺耶 真的 按上去 因為有時候你乾拉 有的人皮膚 像我的皮膚比較油 我乾拉還可以 有的人皮膚比較乾 乾拉就會沒那麼順 再來很重要的 我們女生為什麼會有法令文 因為臉是垮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用它這一個 這一個面 有沒有 另外一面的 對 這個U面 這個U面很簡單 你就抓到這裡 然後像這樣 看了就好舒服 全臉波 非常舒服 很舒服 而且它本身 因為它是金屬的關係 所以本身它的冰涼感 熱脹冷縮嘛 它會讓表皮的那個部分是緊實的 而且其實你下去做臉 它們都會搭配這種讓人 在家就可以做臉了 還不用花大把 我通常我的習慣是 我就可能一邊滑手機 或一邊追劇 我一邊習慣按摩 大概10到20次 看我心情 有時候真的追劇追著 我可能拉個50次 我是也沒感覺 可是你看 我就這樣 只是這樣輕拉 你這樣整個都提起來了耶 你看這邊 差很多耶 有沒有 但是還沒完 這才一個面 我再用第二個面 第二個面這裡 第二個面 這個U的面 這個面是專門用什麼 它專門在用輪廓線 因為你當你這邊掉下來的時候 你也不會有這條線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 你從側面看 它這裡只有一塊肉 並沒有下額 越來越糊了 它就是專門在處理下額 你看這個面就剛好 我跟你講 義大利的那個線條設計 真的很聰明 你就這樣子 那麼覺得我也很需要 買一個這個 你完全貼合耶 因為我有腮幫子的 對不對 你就這樣輕輕的 10到20下 你就會發覺 你根本拍照都不用修圖 你的下額線 會越來越清楚 自己先修好了 真的差好多 對不對 臉都歪了 這邊 這邊 超明顯的 真的有差 有沒有 有 臉都歪了耶 所以就是這樣 但是 但是如果你們 真的回去要用的話呢 就是兩邊記得要平均 不然你的臉會一直歪一邊 對不對 但是現在我只用了 一個點 兩面對不對 還沒完 剛剛還有這一面 比較尖的這一面對不對 譬如說像美秀姐 你剛剛講 你喜歡刮沙 或者有時候 你會覺得肩膀很痠 這個就是按身體的穴道 舒服 你根本不用用力 它就只要這樣靠在你的穴道 它其實就有那個按摩的效果 那個點 那個 對 那個 那個電波就已經感覺 感覺很進去的感覺 它最厲害的是這個面 大一次 這一個 這一個面我教大家 用全身的地方 譬如說女生一定要按哪裡 按你的淋巴 淋巴是哪裡的淋巴呢 不好意思 腋下的淋巴 每天洗澡的時候 其實是很方便 因為這裡有淋巴 我會直接刮 對不起 因為我現在有穿衣服 刮自己的淋巴 我會這樣刮 那邊最酸痛 刮 其實很舒服 刮出來會很舒服 對 很酸痛 你把它刮出來 我有時候真的 就是MC要來之前 我刮會出紗 因為氣節都在這邊 對 因為你不通的時候 你這樣刮 然後來的時候就不會那麼脹 我自己的感覺 你就可以這樣刮 我在家看電視還會這樣 不好意思 我會把腳舉起來 我在家還會這樣 然後就拿這個大U面 這樣子 我會拿這個大U面 蘿蔔腿 這感覺好過癮 很舒服 一隻就多用了 就一隻這樣子 真的 一隻在手 希望無窮 我都永遠把它拿來刮紗就好了 結果 原來是這樣子 可以讓你變美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 你在家裡面 你大概只花個 譬如說一分鐘 就好像你到SPA店 給人家按摩20分鐘的效果 所以你看我剛剛拉到現在 它還是歪的 對 真的是歪的 還是歪的 有沒有 真的是歪的 所以代表它的那個緊實 就是那個拉上去的感覺 不是只有表面這個皮 它是到下面 深層 對 深層 我剛剛在講 因為它有微電流 它是從深層這樣 所以你就 我是建議大家 因為肌肉都有記憶性 肌肉會有記憶的 所以你每天就讓肌肉記住說 我就是要上去的 我就是要讓我的臉 然後它就會上去 對 它就會記住說 原來你的臉應該要這樣長 所以你每天就花一點點時間 你其實就不用花到十幾二十萬 然後每天只要個六分鐘 十分鐘 你每天就戴在身上 隨時想拉就拉 化妝前拉一拉 覺得今天臉拋拋種種的拉一拉 對 隨時隨地讓自己保持 就是比較精緻跟比較緊實的臉 我覺得是 我覺得買得很划算 很值得的